在這個足球世界 越位真的有無限的討論空間 今次就來看看利物浦對熱似的越位爭議 請留意指集中越位問題 今集就不詳細重複越位的定義 大家可以看之前的球例分析 但有一點一定要講 就是球例的第十一章 越位第一句 身處越位位置並不觸犯球例 這點大家要很清楚 首先Sara第一個入球 Sara的確處於越位位置 戴亞向後傳給處於越位位置的Sara 我想大家都知道不當越位 但怎樣都要用球例解釋一次 根據球例第十一章 越位,越位犯規的第三點 利用身處越位位置而玩球或干擾對方球員 從球門處還未 賽事執法人員 或對方球員反彈 或改變方向活力的皮球 皮球被對方球員蓄意救球後反彈 一名身處越位位置的球員 接獲對方球員的蓄意玩球 傳來的皮球 不應被視為觸犯利用身處越位位置 而取得利益之越位犯規 球例就說得很清楚 一名身處越位位置的球員 接獲對方球員的蓄意玩球 傳來的皮球 不應被視為觸犯利用身處越位位置 而取得利益之越位犯規 這球是帶壓蓄意玩球 向後傳給Sara 所以根據球例是不算越位 問題就來了 熱切的第一球十二馬又算不算越位呢? 當時阿里傳球一刻 簡尼絕對處於越位位置 但並未越位犯規 阿里傳球後碰到雲拿道姆改變方向 如果之後沒有人碰到球 而簡尼接到球 根據球例第十一章越位 就是處於越位位置而玩球或干預對方球員 從對方球員反彈或改變方向互利突皮球 就很明顯越位不用爭 但現在重點就是路夫雲有沒有碰到球 再看那條球例 一名身處越位位置的球員 折獲對方球員的蓄意玩球 蓄意救球除外 全內的皮球 不應被視為觸犯利用身處越位位置 而取得利益之越位犯規 如果路夫雲碰到球 就是類似Sara第一個入球 戴亞的Case 路夫雲是蓄意玩球 就算偉拿度沒有改變方向 路夫雲也有足球的時間準備拉攻解圍 跟大亞傳後的意義一樣 只不過他撻了Q 球的方向是向後的意思 所以當路夫雲碰到球 阿里傳球那一下的越位已經結束了 或試圖阻止一個入球 或一個有可能的入球 阿里這球很明顯不是射門 所以不可以說是救球 路夫雲也不像偉拿到沒有這個球很快很勤 改變方向 也不是 他是有意識拉攻去解圍 但撻了Q 當時球證和龐正的對話 就很清楚地討論了這個問題 BBC都為這段對話加上了字幕 大家可以看看 請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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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因為你會看到演出的會議 中間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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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隊伍 現在的表演 其實是有問題 接觸的也在安肥 看著這間表演 我們有些字幕的配合 我們有些字幕的配合 請聽聽聽聽聽 他們都是討論究竟老虎雲有沒有碰到 碰到就沒有越位,沒有碰到就越位 看晚鏡老虎雲碰到球 你們聽到主球證說他見不到老虎雲有沒有碰到球 他問了第四球證有沒有在電視看見後才給12碼 如果他沒有問第四球證他不肯定的話是不應該給的 如果第四球證說有 在這個moment沒有VAR的情況下 是不是應該看電視去決定呢? 但看回影片 主球證問第四球證後已經立即決定給12碼 看看時間性他應該沒有聽到第四球證的建議 這個情況就有點有趣 重申慢鏡看到老虎雲確實有碰到球 至於之後簡尼的插水爭議 網上那麼多片段 那麼多不同的角度 又有慢鏡 大家可以自行判斷